这艘载有超过26000吨玉米的乌克兰运粮船 将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检查 之后前往黎巴嫩的迪里玻里 7月22号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斡旋下 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协议 在伊斯坦布尔成立联合协调中心 协调进出口粮农船只 确保粮食运输安全 任何一方都保证不会攻击运粮船 今天的离开是一个巨大集合的成立 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在伊斯坦布尔 乌克兰官员表示 奥德萨地区目前有16艘船只 已经满载粮食等待出口 预计未来几周内将全面恢复港口的运输能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一综合报道